屡屡屡屡屡的本书 而且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本 非常有代表性的作作 所以这就非常奇怪 但是我觉得 也没有多少太奇怪的地方 这说明经过一段隶属时期 我们对这本书的价值 认识的越来越深刻 大家知道复旦大学著名的 沈老师沈宾教授 曾经专门给这本书写过一个 非常著名的序言 我想大家如果要更深刻的 理解这本书的话 可以找来那篇序言 好好读一读 我认为那篇序言写的水平 是非常高 那么我今天之所以 拿这本书做一个例子 我想有两个目的 那么一个目的就是 想通过这本书 来理解中国近代史 理解真正的中国近代史 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这样我把我的视频关掉一下 细化会好一些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蒋庭富先生 他曾经在清华大学问过主任 做过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主任 我想正是基于这两个原因 我对这本书特别的关注 今天能够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题目 我觉得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我多次讲 我说在清华 我想和清华的同学们 一块共享这本书 可是我说了两三年 始终没有 那么我今天就首先 与掌明上海师大 以及各位朋友 分享一下这本书 如果我讲的不对 也请大家提出批评 大家知道历史和现实 是有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要理解现实 必须懂得历史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中国在1949年以后 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我想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但是它肯定也是历史的选择 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当然这种解释 可能过去简单 可是这种简单的解释背后 其实隐含着非常深刻的 非常深刻的道理 当然更重要的 我们要理解现实 必须读真实的历史 这一点可能更加的重要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 尤其是中国近代史 我认为可能有一些 和历史事实 并不相合的 或者说根本不符合 中国近代史 这个本来面目的历史 当然我不能讲 我们之前学的中国近代史 都是假的中国近代史 但是在这之前 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素 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书写 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近代史的面相 特别的多 而其中一些真实的面相 反而让我们看不到 我想这是 我今天选择这本书 给大家共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刚才讲 我们这个要理解现实 理解今天 特别需要读懂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我们现在很多的近代史的教材 我认为在撰写方面 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那最主要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过多的受到了 这个民族主义的影响 我曾经讲过 影响中国近代史书写 大概有两种范式 或者说有两种视角 一种视角是民族主义的范式 或者说民族主义的视角 另一种是这个自民主义的范式 或者叫自民主义的视角 所谓自民主义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 卖的很多这个西方国家 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的教材 那么在很多的这些教材当中 无疑都有自民主义的视角 在这里面 而我们中国人自己撰写的 各种各样的教材 可是又有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影响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视角 哪一种范式 都有可能遮蔽真实的历史 所以我认为我们正确的路径 我们理解历史正确的路径 应该是通过真实的历史事实 通过原始事实 让读者自然产生爱国主义的情怀 如果我们把撰写历史 讲解历史的目的 就理解为要让大家产生爱国主义的情怀 那么我想这种初衷原则上是不可取的 不可取的 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 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就回到这个原题 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 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本书 这个文字非常的凝烈 逻辑严密 虽然仅有几万字 刚才徐老师说五万多字 可能差不多 但是五六万字的样子 我这个七万字是根据 中华书局的这个版本 根据页码测算出来的 可能不到七万字 另外呢 这本书尽管它的篇幅很小 只有几万字 但是线索清晰 事实非常的清楚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 近代史的著作 蒋先生这个 在这本书当中 他并不是单纯的叙述历史事实 更没有单纯的罗列历史事实 而是从全球化 从现代化的这种视野 这种角度来惨发 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 可以说这本书处处闪耀着 蒋先生的真知灼见 那么这些真知灼见 我想我们今天 特别值得我们阅读 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第三点 蒋先生他是清华最接触的校园 也是清华学派的核心人物 是20世纪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军人物 尤其是20世纪 提倡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领军人物 所以我特别推崇这本书 那么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蒋先生的履历 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 蒋先生年纪轻轻 很早就到美国自费留学 当然他的家境肯定不是太差 大概16岁就自费出去留学 他最早到OIO一个学校 主修历史 那么一战爆发以后 曾经当兵参加会议上 战后他回来以后进入到美国哥林比亚大学 在这个地方他先后攻读新闻政治 最后还是学历史 1923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童年回国 最早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 南开历史系受蒋先生的影响 也是特别的大 1929年 这个罗嘉伦 这个 怎么说呢 三顾茅庐 终于把这个 刚开始这个蒋先生不愿意来 后来罗嘉伦三次到南开 这个把这个蒋先生 请到清华来 这个做系主任 后来又做文学院院长 他自己不仅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 而且还这个 这个这个担任很多课程的教师 他主讲外交史 中国外交史 以及法国革命史 而且还这个特别注意提携年轻人 但是呢 蒋先生性格有个特点 尽管他做学问非常有天赋 可是呢 他最愿意从事的还是行政 所以呢 他最后听从国民政府的召唤 这个去 这个成为国民政府的这个官员 那么这是这个蒋先生 我比较喜欢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特别符合这个蒋先生的性格 蒋先生总共在清华待了六年的时间 这个不算长 但也不算短 对清华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我刚才已经讲到清华学派 或者说我们清华人文学科的形成 并且这个引导这个清华学者 引导清华人文学科 同国际学术界接轨 蒋先生共不可目 当然最早是由王国威 梁启超 包括这个清卫先生 最早引导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 但是具体到历史学这一块 那么蒋先生的功劳是最大的 其中我刚才提到 清华学派的形成 和蒋先生关系最为密切 他和这个我刚才提到的 王国威 梁启超 陈英确先生 其实关系并不是太大 蒋先生他从事学术的时间不算太长 但是呢留下了这个不少的经典著作 你像这个清色稿方交制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选机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这个近代外交史料 还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当年主要是这个出于日本和俄国对东北的际遇侵略 那么当时蒋庆夫先生 还有富士年先生 这个潜心研究中文 还有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 可以说 蒋先生这个奠定了 这个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一个基础 它不仅是在这个研究框架 而且在这个资料方面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下面呢我想我就这个转入正题 我想从这四个方面谈一谈 中国近代史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主要有四点 我想第一点 是孤立于世界 中国只会陷入灾难 第二点 现代化是中国摆脱苦难的唯一出路 那么我始终讲 现代化的研究方式 贯彻蒋先生的这个学术的始终 那他始终用现代化这个问题 这个重要的这个命题 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 第三 是敢于这个我们在学术研究当中 应该敢于承认自己的短处 应该对传统对俗见提出批评 那么第四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真相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孤立于世界中国将陷入灾难 那么这是蒋先生在这本书当中 反复提醒大家注意的这个问题 那么通过近代史 我们现在很容易认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容易世界我们才能生存 孤立于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生存 我想这一点是大航海之后 整个全球化的一种发展趋势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例外 但是呢中国比较特殊 中国受全球化影响比较晚 全球化开始于15 16世纪 但是呢这个整个全球化的浪潮 要到这个18世纪最到18世纪末 严格的说再到19世纪上半期 才波及到中国 也就是说到这个19世纪初 我们中国基本上还是与外界隔绝 那么在过去几百年 甚至这个直到今天 我们所讲的这个融入世界 广义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全球化 这个这是广义上理解 那么如果狭义的理解 实际上就是说 跟一个国家你要融入 以欧美为主导的这个现代世界体系 我想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 那么这种观念 它就和我们传统的民族主义观念 甚至和我们传统的爱国主义观念 有些相悖 也就是说 你号召我们要融入 以欧美列强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 那你是什么想法 你这种想法就不对 但是大家要意识到 在强者制定规则的年代 我想那是顺者昌 逆者亡 没有任何的例外 那么我们中国在19世纪 这个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悲剧和灾难 我想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为我们孤立于世界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 孤立于世界的灾难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依然没有 我认为在我们近代史的研究当中 没有得到十分 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那么蒋天福 先生在近代史这本书当中 他就说到 他说到了19世纪 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当中找出路 但是呢 家庆道高 咸丰年间的中国人 不分汉满 仍图闭关自首 要维持地带 在东方世界的矿浪地位 根本否论 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 在这个地方 我想咱们不争论 到底是闭关自首 还是自主先关 那么蒋天福 毫无疑问的回答 这个19世纪早期 一直到家道贤 这个年间 中国仍然是闭关自首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的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我们都看到 在那个时期 也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 我们中国人 对当时日新月异的世界 但最急速发展的新世界 几乎一无所知 即使那个时期有少数的人 稍微知道一点外面的知识 但是我们国内的主流 都是要尽力的排斥 不承认 不认可 这种新的知识 这是当时的一种历史事实 那么孤立与世界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把大明紧紧地关起了 也不许他既不许国人出去 也不许别人进来 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 包括所谓康天盛世的大文明世界 清朝都是在执行闭关自首的政策 既是由广州一口通商 但是他没有办法掩饰 国家从总体层面上 从整体的国家政策层面上 执行的就是闭关自首的政策 我想这一点是没有办法访论的 尽管现在有学者对这一点提出意义 但是我个人始终认为 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前 清朝实行的 他就是闭关自首的政策 那么到了这个时期 咱们中国已经全方位落后于 全方位落后于欧洲国家 在我看来康天盛世 也完全是一种虚项 这个很多教科书 以及一些论述 论著当中所描述的 所谓的康天盛世的一些 一些现象 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术实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讨论 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 这没什么关系 那么在这个时期 也就是说在十八十九世纪 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 全球都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动当中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 这种全球化 那全球化 急速的发展 快速的发展 但是咱们中国却依然 按照几千年的传统方式 和原则来做事 那么更要命的是 很多传统的方式和原则 它逐渐和形成的国际规则 格格不入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十几 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和西方 发生那么多的冲突 也就是我们的促世原则 和当时欧美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是格格不入 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那么蒋庭福也在这本书当中 也说到 他说中国近代的苦难 大都是因为我们不懂 违背国际规则而造成的 为什么违背国际规则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常内那些规则 我们认为那些规则 和我们传统的规则 是不合拍的 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这个听他们的 那么我就通过 这个蒋庭福先生这本书 我们就举四个例子 就是讲 为什么说这个顾虑世界 才是导致 中国在十九世纪 陷入灾难的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第一个例子 我们长期孤立 导致当时的人们 对于十四 以及世界的无知 那么这一点 在近代史当中 有很多的反应 当然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对不起 碰到 当然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举一些例子 那么第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林泽徐 在处理和英国人的关系 尤其是他到了这个广州 在和英国人谈判 怎么样处理鸦片问题的时候 这个发生了一系列的误判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后 这些内容 在我们后来的著作当中 我们往往这个略去不谈 回避这些内容 可是呢 政治因为这些回避 造成了我们 这个近代史 具体来说 就是对于鸦片战争的 一些误解 你比如在当时 这个怎么样 这个处理这个鸦片 因为当时我们不允许 英国人在这个经营 在向中国销售鸦片 而且这个林泽徐 募收了英国商人的鸦片 那么在这个时候 双方进行谈判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毅律 就采取了一个 非常狡猾的一种做法 那么他这个做法 这个蒋先生分析得非常透彻 因为当时 毅律 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他不能硬卡 他不能 更不能采取武力对抗 因为当时他这个 人少 这个 人少是寡 他靠武力 那他更不可能 把这些鸦片 这个原药的给拿走 拿回去 所以他当时只好屈服 可是呢 他屈服的办法 这个就 后来就是 引起中西冲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当时 毅律 是命令英国商人 把烟先交给林泽徐 那么他是通过 这个 怎么怎么做的呢 他是让这个英国商人 把一烟先交给他本人 就交给他毅律本人 然后他呢 他在 他在 这个商业监督的 这个资格 就给各个 这个鸦片商 开搜据 他就说 你这些鸦片 已经交到我这 然后呢 我再通过 我这个 官方身份 我的官方身份 就是毅律的官方身份 当时 是这个商务监督 然后再这个交给 这个清政府 交给林泽徐 大家不要小看 这么一个动作 这么一个动作 实际上 毅律 就把这个商务纠纷 变成了国家的 外交纠纷 把纯粹是英国商人 这种违法的贸易 变成了两国之间的 这种贸易 贸易的纠纷 那么甚至上升为 外交的纠纷 但是呢 清政府官员 对这一点 一点都没有感知 他们没有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 那么这一点 后来成为 英国政府 对中国采取武力 报复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 这是一点 这说明这个林泽徐 我们尽管讲 林泽徐 他很了不起 可是他在处理 这个问题上 他根本就没有 识破这个毅律的 这个手段 那么这是 林泽徐的第一个误判 那么第二个误判 是林泽徐 对英国 英国人当时的 这种 我们现在通过 当时的一些史料 可以看到 林泽徐当时还说 英国人 他这种服装 尤其是用裹袋 把腿裹得严严实实 从小腿裹到大腿 他走路根本就不能打弯 所以只要我们 把英国人引到岸上 用棍子就可以 敲他的腿 把他腿敲了 就能乱送他 另外他还说 当时这个英国人 对中国不敢怎么着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对中国 有很多的 这种商务 在林泽徐看来 像这个茶叶 大黄等等 这些东西 是英国人必须的东西 英国人理的这些东西 他们就不能活 所以英国人 不会对中国怎么样 那么这是林泽徐 在当时做出了 一个基本的判断 而且他把这个判断 原原本本的 向皇帝做了汇报 那么从这些判断 以及他对 他当时的那种认知 我们今天看来 不仅是错误的 而且可笑 那么第二个 这个点听的例子 是当时这个中英 这个签订了条约之后 那么当时的中国人 几乎没有任何人理解 深刻的理解 全面的理解 这个条约的内容 甚至我们把这些条约的内容 这个轻重的颠倒 包括在这个第二次亚片战争当中 我们签订的 这个一些条约 我们对其中的一些内容 似是而非 根本就不懂 根本就不懂 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些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非常典型的例子 你比如在第二次亚片战争 第二次亚片战争之后 中国和英国和法国签订了 一系列条约 后来包括和俄国签订了一些条约 那么在这些条约当中 有一些相应的规定 相应的规定 沿着这个条约里面 这个规定除了这个五口通窗以外 还要开放更多的口岸 他们能够在这个长江 这个进行这个贸易 而且还要到 能到这个华北内地进行贸易 另外他们提出要派这个公使 驻扎着北京 他们也提出 中国地方的官员 不能拒绝和外国公使 外国领事的往来 另外 这个里面还有其他的要求 其实我们看 这些条约的这些要求 应该说 怎么说呢 这个和南京条约相比 尽管它的权限扩大了很多 扩大了很多 但是对中国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但是这里面有一条 有一条是特别的关键 特别的关键 就是英法要求废除礼金 要减轻关税 那么这一条 这个在当时英国人看来 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内容之一 但是当时清朝的官员觉得这条可有口误 他们反而把其他一些条约的内容看得特别的重 尤其是把这个英法公使 驻北京这一条看得特别的重 其实从这一点 我想这个问题 我不能非常多的做些解释 从这些内容 从当时清朝官员的这种态度 这种认知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在当时这个处理 处理当时的国际事务 以及国际民生一些重大的问题方面 满清委武官员可以说是非常的糊涂 轻重颠倒 那这个 这也是引起后来这个外交冲突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还可以举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 这个当时清朝的一些官员 他只懂得 或者只理解这种朝共体制 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国有国 这个平等 平等的这种观念 应该说在19世纪中期之前 基本上说在第二世雅片当中之前 中西因为没有这种正常的邦交 也不可能有 因为那时我们只有天下观念 我们只知道天原地方 咱们中国距于华夏的中心 距离宇宙的中心 你像这个1793年 这个英国这个派史杰 想和这个清朝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呢 被这个乾隆皇帝高傲的拒绝 高的拒绝 不仅这个拒绝 而且还要求殷使 要这个双旗下跪 否则的话 他们这个清朝政府根本就不接近 根本就不接近 这个近完后来 这个马加尔尼 这个答应单旗下跪 见到了这个乾隆皇帝 但是呢 并没有获得什么这个实质性的进展 两国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包括1816年 亚维斯德死华 同样如此 甚至这个1816年的那次死华 英国死华 比这个1793年 这个还要差 那么到了19世纪 清朝官员在和这个欧洲列强 这个交涉的时候 他们仍然按照这种朝贡体制下的 这些原则来办理 其实也可以想见 因为他们脑袋里面 只有这些观念 所以呢 在这个外交事务当中 处处碰壁 并且招来一系列的灾难 其实我们看第一次鸦片战争 就是因为这种中外关系的处理不当 第二次鸦片战争 同样如此 后来中越中法战争 再到后来这个中日甲午战争 都是因为这个我们传统的这种观念 其中就包括朝贡体制的这些观念 比如我们在甲午战争当中 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战争 之所以遭受那么多的惨败 实际上这个原因很多 原因很多 但是呢 我们这个始终没有走出那种朝贡体制的 这种观念 应该说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当中 最为深刻的一个原因 我想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 所以呢 这个蒋庭福先生他就特别感慨 他说 洋务派的这些领袖们 原想这个一面必战 一面竭力以图至强 不幸呢 识人不许他们 对志强事业多方侧重 也就是当时的人不理解他们 对外交则好轻鱼妄动 结果就是误国 那么在这个地方 蒋先生我觉得说的可能比较简单 因为他不懂 这个不了解 这个 对欧美的情况不了解 对当时的国际规则不了解 所以在处理外交事务的时候 就显得特别的幼稚 看上去就是所谓的轻举妄动 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国家带来灾难 所以呢 蒋庭福这个有这么一段话 我认为讲的特别的好 这个 其实大家可以 我觉得引起大家的思考 但是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 鸦片战争以前我们是我们不给外国平等待遇 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句话 如果我们对十三行的贸易规则 以及当时中英商人的贸易规则 以及中英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会理解 蒋先生讲的这个话是非常对的 那么鸦片战争之前是我们不给人家平等的待遇 那么在以后也就是列强打上门以后 在控制了这个清政府以后 那么是人家不给我们平等待遇 我想这句话讲的是实在是太 实在是太好了 太好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 那么第三个例子 是这个制定条约的时候 这个糊涂糊涂 条约签订以后又拒绝执行 不知道这个不理解国际法为何物 应该说这是当时清政府处理和列强关系 以及和列强签订条约以后的一种常态的做法 那么这也是我们导致 这个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老是被列强 这个怎么说呢 按我们的这个说法就侵略 按照这个一般的国际规则来讲 被敲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现在都知道 按照常规签订条约的时候 这个双方是吧 都要各有一个文本 但是呢 两个文本的内容 这是非常奇特的 从我们中国近代史千金这一系列的条约 我们通过这个对这个文本进行对比 我们就会发现 两个文本的内容经常不一致 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 往往导致朝廷不知道真相 导致我们的立权伤失 但是呢 我们也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并且导致这个清政府 做出一系列的错误的决策 当然这个造成上面这种情况 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清朝的官员 当时几乎没有这个清朝的官员 懂得外文 所以很多的外文文本 都是外国人来起草 第二是清朝官员 他会故意改动中文本 以便使这个中文本的内容 怎么说呢 这个 可以说这个 他故意回避一些关键性的内容 尤其是他准备要把这个文本 提交给中央政府 要给皇帝看的时候 那么这些官员会故意改动 文本中的很多的内容 他为什么要改 如果他原案汇报上去 肯定要遭到皇帝的怒斥 甚至会遭到严厉的怒斥 因为他们签订的条约 伤赐了很多的立权 包括各地包括赔款 这个这些内容 应该说这个 有很多的内容 他们都给做了修改 咱们可以看一些具体的一些史实 1840年年 这个清政府 他之所以 这个当时撤回林泽水 后来又改派其上 去负责广东的对外事务 并且改变了对付英国的策略 原来是以打为主 以脚为主 后来变为以辅为主 也就是以和谈为主 那么纯粹就是一个偶然因素 那么这个偶然因素实际上 就是因为外交文件的翻译 所导致的 而光细皇帝看到的 就是这一个错误的中文文本 并且根据这个错误的文本 而做出了他的决策 那么这个问题 首先是蒋先生发现的 我们先看 刀光帝看到的这个文本 就是当时中英签订条约以后 那么这个 我们的这个清政府官员 上报给这个皇帝的 这个文本 当然这个文本有没有临着学的参与 这个我们不是太清楚 他说 自因官先 饶害本国 住在中国知名人 及该官县 亵渡大英国家威夷 事宜大英国主 调派水陆军师 前往中国海境 求逃荒地 遭薛沈渊 这应该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皇帝如果看到这个文本的话 实际上就会感觉到 原来是还是英国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这个饶是生非 对不对 大家在看这个原文 大家看原文 那么英文里面 那句叫求逃皇帝遭雪深渊 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它的原文是啥呢 叫demand from the emperor's satisfaction 那么是啥意思呢 那么只以为相当汉语 实际上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 并且矿政 大家这两句话 就这两句汉语 大家做个比较 就是要求皇帝赔偿并且矿政 和这个求逃皇帝 遭薛沈渊 他的意思相差有多少 相差有多少 那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 完全不一样 另外呢 这个文件还在这个许多地方 把这个矿政 翻译为这个告明 赔偿 翻译为遭雪 要求 这个翻译为吹陶 意思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 这些板子本来是打在中国人身上的 是吧 应该是打到中国政府和皇帝身上的 可是呢 经过这些官员的修改 这个板子 打回到英文人身上去了 那皇帝看了肯定很高兴 所以这些文本 这些原始文本的比较 非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只引用 这个道光朝筹办义务始末 这个这段史料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复原原来的意思 也根本就没有办法 看清原来的历史 我们只能在 这个错误理解历史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那么除了这个照会 那么道光帝还受到这个 齐善进程的这个义律 这个智慧当中 有这些有这些话 叫以致冤情无疑得意书文 和齐善咒作当中 说这个英国军官 抚去自由无疑上达天庭的这些演出 大家可以看 这些话让这个英国方面 这个表现的 这个英国的态度 表现得好像非常好 非常的公顺 那么毫无疑问 这些修改过的文字 很符合天朝 这个天朝的 这个怎么说呢 很合他们的口温 也是天朝 也是皇帝 愿意看到的文本 所以道光帝 就根据这些文本 就把当时的 这个英国的强敌 去看作是什么呢 看作是上门告狱状的 复取的外藩 外国人人家和中国人做生意 我们做天生意很不容易 我们要请中国的皇帝 要给我们伸冤 我们的态度还是很公顺的 就这么个意思 就是完全改变了 这个英文本的意思 所以到后来 我们看到英国的官员 尤其是像巴克一尊 他已经根本就不再相信 清朝的官员 后来他对这个 中义文 把关也很严 他就要亲自看这个中义本 那么上面的翻译 我想如果这个 巴美尊要看到的话 他绝对不会同意 所以呢 这个我非常的怀疑 清朝官员上报皇帝的时候 和这个巴美尊看到的 这个中文本 肯定不是一个文本 那么第四个例子 是这个两国交往 互派信使 互设使馆 我想这是近代以来 这个国与国之间 交往的一种常态 但是呢 对于当时的大清帝国来说 这是不能接受的 也就是说外国人 如果到中国来 更别说 在中国要设立 这个长期的这种 这个所谓的 这个办公地点 设立使馆 那么是对我大清的一种侮辱 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你看天津条约里面 这个就有这个英国公使 这个得住北京 这一条 那么这一条是清政府 最担心最害怕的一条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打破了天朝上国 这个不止一千年 我们一两千年的 这种一下子变得 这种传统 这种伟大的传统 所以后来虽然签订了条约 但是呢 咸丰 实际上就更不承认 他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方针 他和他的大臣们 从来也没有想让一人打破 先前存在外国使节 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伤害 在实现自由的交流 那么这是这个蒋先生的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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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那么第五个例子 这也是 本来是一种常识 是吧 你看两国交战不杀来士 应该说这几千年来 在全世界 一个通行的一个规则 但是呢 这个规则在第二次演变弹当中 被清朝的这个将士 当作儿戏 在当时敌强我弱 英法联军大兵压境 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英国的大军 已经攻破了天津 在这个时期 这个联军就派出了一个 这个谈判的使团 39人的谈判使团 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居然这个清军 还在把这个使团给扣押 并且对使团的这使臣 进行残苦的折磨 最后居然导致21人蝉死 这个是 这个让人 我们今天看来是匪夷所失 匪夷所失 那么这个 清廷当时拒绝 英史来北京换迂 并且残酷 迫害并且杀害 这个英法的使臣 实际上是后来 导致英法联军 这个攻占北京之后 这个对北京 对中国人进行报复 火烧圆明圆的 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直接的原因 所以呢这个蒋听福先生 就感慨 他说这个不平等的条约 说的根源 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法制 没有达到文明的标准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法制 我们现在要做一种 比较宽泛的理解 这个狭崴的理解说 就是我们的法律规范 广义的理解应该是 我们的制度文明 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我同大家讲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在这本书当中 这个蒋先生反复的提醒 而且也是这本书的主线之一 就是现代化 他认为这个现代化 是中国摆脱苦难的唯一出路 所以呢 这个蒋先生在这本书当中 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可以说是这个中国近代史 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的命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 关于中国近代史书写的 几种叙事方式 其中这个现代化的叙事方式 是一种 那么就是由蒋先生开启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叙事方式 那么比如我们有革命史的叙事方式 那就是包括我们国有史观的 这种叙事方式 还有这种科学史的叙事方式等等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就不解 那么蒋先生从两个方面 这个进行说明 第一个方面 他说我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了解 差得很远 这个西方文明的先进性 他认为是体现在这个知识的进步 生产水平的先进 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那么关于这一点 这个蒋先生在他的续言当中 那就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阐述 那么我认为这个阐述还是讲的非常的深刻 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讲了这个三点 他说第一点 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科学 我们的科学落后 我们的科学不如人家 他说这个人与人的竞争 民族和民族的竞争 最后决定胜负的 那其实是在于这个知识 在于知识 尤其是这个科学知识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嘉庆道光年间 因为西方科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咱们的祖先还在这个八股门里面打转着 我们仍然还在讲阴阳五行 第二呢 他说这个西洋在18世纪中叶 就开始使用机器 生财打仗 也就是固业化 那也就是人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 还仍然保存糖素以来的模样 我们的生产力这一块已经大大的落后 那么第三呢 他说这个西方在中国的政治 政治局面很像这个 中国的春秋时代 文艺复兴以后的这种局面 横向我们的战国时代 那么在列强争雄的生活当中 西方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 深刻的民族观念 但是呢 我们中国还仍然使所说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 那么这一点 尤其是最后一点 这个我们可能有些争议吧 有些争议就是关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那么现在有些学者就不愿意提这一条 说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几千年就已经存在了 是吧 我们这个国家建国 这个晚着从下朝 是吧 早着从三皇五帝就已经建国 中国怎么这个没有形成民族国家观念呢 当然这个大家理解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 这个完全是另一个含义啊 所以我认为 蒋先生讲的还是非常的有道啊 第二 他认为现代化问题是近代各民族国家的首要问题啊 也是摆脱危机的这个唯一的出路 那么他认为中国能走向现代化吗 有没有可能呢 那么他在同样在这个训言当中 他就做了一个比较 他首先是拿了日本做了比较 他说这个日本这个和中国最近 日本他也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 但是呢 他说这个人家日本学习的非常的快 俄国这个是中国周边这个最大的一个国家 一个邻国 但是呢人家这个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 差不多中国的康熙 那个时候开始 人家也开始学习西方 人家也变得到了这个19世纪 人家变得也是非常的强大 他还觉得土耳其 他说土耳其这个尽管这个国情非常的复杂 但是呢 人家这个后来也进行了一些改革 而且人家的改革比中国还早 尤其是这个土耳其在这个三塔 自战之后那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三塔自战被称为土耳其的这个雅宣战争 对土耳其影响非常的大 这个我在研究生的这个现代化研究课程里面 我曾经有个这个详细的比较 当然土耳其的这个现代化进程比较的复杂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讲现代化 也不能以这个土耳其为例 包括今天的二端 是吧 这个有很多做法非常的可笑 那么我们看这个蒋先生他怎么讲的 他说这个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落伍 我们军器 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国的军队 我们的政府是中国的政府 我们的人民 连斯大夫在内是中国的人民 其实大家这个 这个话说的就非常的严厉 我想很多人可能不会接受 我们虽然拼命抵抗中规失败 那是事丸的 从民族的历史看 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 还不是民族致命山 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原因 历头改革 他说这才是民族的致命山 也就是说这个撤了败仗 这个遭受的耻辱之后 我们还没有吸取教训 还没有起而行之 他认为这才是我们民族最大的耻辱 才是我们的致命山 所以我觉得这个蒋先生讲的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这段话表面上很伤自尊心 但是我认为这符合历史事实 而且我认为蒋先生这种敢于自我批评 敢于自我反省的这种态度 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认真的学习 那么蒋先生在这个书中还多次感慨 他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错过了20年的光阴 那么这段话 这句话我也在课堂上录得记 很多同学不太理解 为什么蒋先生老师这么讲 其实蒋先生讲 他是有非常深刻的眼光 非常深刻的眼光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专门写过文章 我们现在还是看看这个蒋先生 他怎么讲 因为蒋先生已经讲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他说这个 鸦片战争之后 我们中国人并没有睁开眼睛向前看 鸦片战争之后 我们仍然在睡觉 在那之后 我们又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之后 我们中国并没有开始违新 并没有开始变革 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蒋先生提出了三个原因 他认为第一条是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 他说这个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 那么这个历史根深蒂固 他说要让我们中国人要改变这几千年的传统 非常非常的难 那么第二个原因 是中国文化 这个中国文化的问题 那么中国文化是世代夫阶级的生命性 那么如果这个文化发生了这个摇动 也就是说等于是砸了知识分子饭碗 那么从这点来讲 他的知识分子 他是肯定不愿意砸自己的饭碗 所以当时改革的声音 改革的主张 遭到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反对 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他说中国的这个斯大夫阶级 最缺乏独立的大物理的精神 无论在哪个时代 总有少数 只有极少数人 这个看得清楚 但是这些少数人 又因为害怕轻易的指责 他们都不敢讲 他们都不敢讲 你包括林泽雪 我后面还会讲到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即使有少数的明白 但是这些明白人一方都不说话 我想这个情况好像在任何时代都是这样 大家可以体会 我就不仔细讲 那么在这个地方 蒋庭福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他就要改变这种状况 要改变中国的命运 我们只能全盘西化 当然这个全盘西化很难被咱们中国人接受 包括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是吧 我们现在之所以讲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就是要反对全盘西化 反对走西方的这种道 那么蒋先生在这本书当中所讲的这个全盘西化 那么我认为有他特殊的含义 有他特殊的含义 那么这个特殊的含义 我认为就是指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领会 这个蒋天福的这个真实的含义 真实的含义不能片面的理解 那么蒋先生在书中也有很多的阐释 很多的阐释 你比如他这个 讲到中国近代的国防 因为中国近代老打败仗 所以近代的国防就引起格外的注意 那么就这个军队 就近代国防来讲 他说这个要实现军队的现代化 牵扯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他需要近代化的这个武器 那么这点好像有了 有这个相互设立了这个江南天津 以及这个这个安庆军械署等等的 这些这个兵工厂 那么第二呢 这个新式武器 你必须要有技术人才去掌握 所以当时也建立了武备学堂 并且也派遣军官去出去学习 包括现在的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这个接受了很多 这个欧美提供的先进的武器 可是呢 如果欧美不对 这个乌克兰军人进行培训的话 那么这些武器对他们来说 都没用的 那么第三近代化的军队 他还需要近代化的交通 比方说你有了大炮 有了大炮你没有路 你也根本运不到战场上 所以后来 这个 这个 我们学习建造了铁路 我们也要购买军船 军舰等等 另外他讲新式的国防 也要花很多的钱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一些实际上 都是一些表面的一些现象 表面的一些现象 也就是说 从这个具体的这些层面 像武器啊 技术任意义 我们都能解决 但是呢 在背后还有更深刻的 这个更深刻的一些东西 更重要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这更深刻 更重要的一些东西 当时的洋务派 所意识不到的 也就是说 在这些表象背后 其实更重要的是制度 是文化 但是我们 我们今天当然 没有办法要求 当时的洋务派 去做到这一点 那么也正是从这 从这些问题上 那也就是说 中国近代 尽管我们也购买 或者自己制造了 先进的武器 但是我们依然 不能打胜仗 那么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制度 我们仅仅学习西方 一些表面化的一些东西 而西方最根本性的东西 我们并没有许认 另外他还认为 我们搞这个现代化的建设 这个领袖人物 特别的重要 你像他讲 我们既然只能从 近代化找出路 那么我们的领袖人物 我们的上层人物 应该对近代化 有更加深刻 更加正确的认识 但是做到这一点 是非常地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这种人 这种人才很少 另外蒋先生还批评 洋务派领袖 酷子己见 批评他们 不仅缺乏科学的知识 而且还不肯学习西方的制度 也就是说这些 洋务派领袖 在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 历史时期之后 他们依然不肯学习西方的制度 和文化 不仅不肯学习 而且很多的洋务派领袖 依然认为中国的制度和文化 是优越的 你比如这个中体西洋 中体西洋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制度 中国的体制 中国的文化也还得好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向人家学习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 蒋庭福就对这些领袖人物 提出很多的批评 你比如他批评李鸿章 他说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一个核心人物 那么李鸿章在办海军 在办洋务的时候 碰到的一个具体的困难 就是经费 他只是意识到了经费的困难 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 经费之所以困难 也是因为制度造成的 当然这个制度 更科学的来讲 其实就是可以具体到财政制度 具体的财政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上的这个制度 也还是是中国的 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中国的制度 来支撑起他的近代化的这种设想 近代化的这种建设的规划 所以他批评李鸿章 在他主持的这些谣务事业当中 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文官制度 也没有建立起 你比如这个 其他的一些制度 你比如审计制 所以他说李鸿章 他对整个现代化的认识的 这种浅薄 那么是阳务运动 失败了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 其实不仅在这一块 这个蒋先生还批评 其实这个李鸿章对科学知识的掌握 其实也是非常肤浅的 而且这一块也是导致 阳务运动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他讲铜光年间的自强运动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阳务运动 之所以不能够救国 不是因为路线处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是这些领袖人物不够新 所以他们的阳务 他们的改革 他们的维新 根本不可能彻底 当然在这个地方 这个全盘西化 我们也应该 从多方位 全方位去理解 我刚才也大致已经提到 蒋先生的意思 是指我们应该 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 我们应该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 是吧 所以这个全盘西化 我们应该理解为 是全面的学习 而且客观上 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文明 都很难完全变成西方文明 也就是说我们即使全盘西化 我们东方文明也变不成西方文明 我们的文化基因 是没办法彻底改变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这个全盘西化是一个 只是于乌有的一个概念 很多人 这个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 来批判全盘西化 其实这个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问题 即使在最全盘西化的学者那些地方 其实他们骨子里面 在他们的这个所有文章里面都没有访认 即使我们在这个从全方位向西方学习之后 我们这个中国会这个全面全面的这个全部的改变 变成和西方完全一样 我想没有一个学者会这么认为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例子 这个上节课我在讲课的时候也还提到这一点 我们经常讲日本现代化的成功 是这个全盘西化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托亚入欧 这个 其实这种说法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战场 不是特别的战场 日本的现代化 这个向西方学习 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保留的向西方学习 应该说这是一个实情 但是日本在完成了它的现代化的这种建设之后 我们看到日本依然是日本 日本经营官和西方国家站在一个队伍里面 它成为西方七国之一 但是我们看到它日本依然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点 它并没有成为一个欧洲式的国家 所以我刚才所讲的那种全盘西化 也就是我们即使全心全意的向西方学 我们也不会全盘西化 所以这种担心根本就是多余的 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命题 提出了一个命题 这个命题不一定对 这个仅供大家批评 我认为日本成功的奥秘 是脱欧如亚 也就是说它把欧洲的东西都拿到亚洲来 拿到日本来为它所用 凡是别人好的东西都拿来 为日本所用 这才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秘诀 所以我把它归结为脱欧如亚 我觉得脱欧如亚比这个脱亚 脱亚如欧要准确的多 这个也是我提出来 供大家讨论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咱们现在看第三个问题 这个我讲的要稍微简单一点 那么这也是蒋先生在总论当中提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命题 这个核心的命题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要敢于承认自己的短处 我们要敢于对传统对俗界提出批评 我想这也是蒋先生最为可贵的地方 那么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蒋先生感慨中华民族为何丧失了20年的光阴 从1840到1860我们中国人去干什么 在20年我们中国人不仅没有向西方学习 我们不仅没有在这个期间对西方了解的更多 而且在20年期间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还大大的退步 我们在整个的经济建设以及方方面面的建设方面 还在大踏步的退步 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么蒋先生提出三个原因 那么这三个原因我刚才已经讲过 我就不重复了 那么关于这一点蒋先生是痛心疾首 那么所以他讲我们一定要敢于承认自己已经全面落后 我们不仅君弃不如人 我们而且纪律不如人 我们的精神不如人 那么这一点同样不容回避 不容回避 另外呢蒋先生对传统对俗建的批评非常的精彩 我也举些例子 那么这些例子可能怎么说呢 可能也不当讲 但是我觉得这些例子对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摆脱啊一些这种世俗的啊 世俗的一些看法特别有用啊 你比如关于民心可用啊 这一点是我们我们经常作为传统文化这个最优秀的一个部分啊 很多学者很多的改革家反复的讲啊民心可用民心可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 蒋经夫就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啊 他说所谓民心可用啊 本来是主政者的托持揽政 甚至是逃避责任的一种行为 他还是民粹主义泛滥的根源 那么关于这一点 这个蒋先生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啊 你比如这个在这个第二次亚天战争之前啊 这个清政府啊 派这个徐广进啊 这个担任这个梁广总督啊 呃 那么这个徐广进在到达广州之后啊 他曾经写信 呃 向林哲徐请教 这个 他说这个我到广州以后应该怎么做啊 林哲徐在回信当中就给他讲 他说哎呀 他说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诀窍啊 这个你要好好利用这个当地的老北心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民心可用啊 民心可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蒋先生就批评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 中国传统斯大夫的一种高调和空谈啊 那么蒋先生在这本书当中 他这个 这个说的非常的直白啊 蒋先生讲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 当然是自杀 民心固不可施啊 可是呢 一般老北心一般人民 他们懂得什么呢 他们对国际关系又能懂得多少呢 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 也就是实际上老北心应该说什么 应该想什么 应该有这些知识分子 有当政者来指导老北心 去做啥 去说啥 而不应该反过来 为政治 知识分子 要听老 要听老百姓的 不能把这个关系颠倒 如果你不指导 对老百姓不指导 那么这是政治家的失败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些问题没有啊 所以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讲民心可用 其实多数情况之下啊 一般的那种言论啊 可能这个正好相反啊 和与我们这个需要做的正好相反 这个 另外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啊 这个蒋先生讲 一般安分守己的老北心啊 这个不管这个他是贫富啊 不管他的这个阶级成分是怎样的 他一般都是采取中略的态度啊 你比如太平军打到了啊 那么这些老北心 他们就听太平军的啊 这个官军打到了 他们就听官军的啊 这个洋人打到了 这个当地老北心可能同样也听洋人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老北心都是顺 其实这些老北心在这个武力啊 在强者面前 其实是很难的啊 是很难的啊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这个强迫老北心啊 更不能这个经常说 呃 所谓这个民心可用啊 其实如果这样做的话 这个会 会会会会会 这个发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当政者应该在很多时候 这个特别注意来自民间的一些情绪的影响啊 因为 因为 因为是下层民众 实际上他们可能知道的最少啊 了解的最少啊 如果只是根据下层民众的那种那种那种想法啊 去做决策啊 呃表面上看去顺存了民意 可是呢 你的决策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重大的失误啊 呃 另外这个蒋听福先生还讲 这个利用这个民众啊 或者民心等等啊 去对外 就更可能是更加的荒唐啊 更加的荒唐 那么这也是近代很多的一些官员啊 推托责任的一种做法啊 呃 包括林哲徐徐广进啊 叶明尊一直到习太后啊 到这个刚毅啊 这个徐童啊 这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做法啊 我们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这个慈禧太后啊 当时根据所谓民心可用 是吧 让这个义和团去攻打使馆 呃 并且呃 依靠所谓的义和团向全世界宣战啊 这个导致了这个辛丑事变啊 极其的荒唐啊 极其的荒唐 另外呢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的 魏佩德相关的一些论述啊 魏佩德在他的著作当中 他对这个观念啊 也这个对所谓的这个民心啊 也做了一些论述啊 你比如说他认为 中国传统官员经常拿民心啊 来这个做这个挡箭牌啊 呃 并不仅仅啊 是一种策略或者辞令上的啊 而是一种 呃 真正的神秘信仰的一部分啊 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 但是在林哲徐 以及以后的一些这个清朝官员来看 在辱学的信念当中 民是这个不可估量的啊 民能够拯救啊 或毁灭和恢复啊 这个或推翻一切 一切合乎道德的动员起来 那么民就是不可战胜的 即使现实啊 是失败 或者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 那么这种信念也不会削弱 那么魏费德从中国文化的生成啊 从传统文化的生成 对这个问题都得做的这个解释 我认为说的非常的好啊 另外他还认为这种神秘观念 主要来自儒家的民本思想 那么英国军舰和大炮难以抵律的威力 那么是这个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当中 产生了军事上的无能啊 这种破灭感啊 那么这使他们求助于这个古老文明所能有的任何技能 以抵御敌人 甚至不惜利用异端和邪教 当然这些例子就很多了 你比如叶明珍啊 这个当时他就这个用这个女人的这个这个这个会晤啊 用女人的精血啊 所谓这个这个这个洒刀啊 放到这个河上啊 说这些东西能够能够击毁这个英国的这个军舰啊 这都是非常荒谬的啊 那么这些势力就可以证明这个魏费德那样所讲的 我认为讲的是非常对的啊 这应该说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 表面上看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本质上看是很荒谬的一些内容 另外这个有一些历史事实啊 也和我们所讲的这个民心可用啊 怎么说呢 这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 你比如英法联军在这个进入广州以后啊 老北京啊 当然不是只说一老北京啊 至少这个很多有一些地方老北京不仅不抵抗 他还给英国人帮忙啊 把这个广州这个广州翻台压门的啊 这个库营啊 帮英国人抬到船上去啊 那么英法联军在这个北上天津 这个北京的过程当中 那么不仅有大批的老北京参与他们的后勤保障 而且还有我们中国人充当这个联军的雇佣兵啊 这个其中他们在山东就召集了几千人啊 召集了几千山东人啊 攻打北京啊 那么这些顾民兵对清军作战啊 非常的勇敢啊 可是呢这些人一旦加入了清军就就就就就就就不堪一击啊 那么为什么啊 我想有两点啊 第一第一点当然是联军他们这个指挥搭档训练有数 第二呢是这个联军啊给他们比较高的报酬啊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理解啊 你怎么来理解民心可忧是吧 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荒谬的一些做法啊 那么这些历史事实啊 我们教科书当中从来不会讲啊 因为讲了这些内容啊 它会让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尴尬啊 是吧 我们这个传统的爱国主义更没有办法这个 更没有办法这个落实啊 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想真正了解这段的历史 我想回避这些历史事实啊 只能让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看得越来越不清楚 那么上面讲的这些情况啊 尤其是普通百姓 根本就不关心清朝军队和英国人作战的 这个结果和胜败 也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个清朝打败了会怎么样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啊 人家蒋先生他就认为当时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那个时候啊 咱们中国的国民 他还不是现代国民 咱们中国人并没有现代民族与国家的观念啊 不仅普通百姓啊 其实很多知识分子也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大清的国民 他不忠于大清啊 民国的军队啊 也不忠于民国 那么这个蒋先生他给出了一个解释啊 那么这个解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道理啊 有没有道理 他说这个他主要还是把这种原因归结为 咱们中国这个国民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国民程度很低啊 你像这个中国人当兵啊 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保家卫国是吧 中国人当兵历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啊 当然也是 也是一个责任要尽忧 是吧 那么加不加以训练啊 这个他们 这个这个 也就是对这些人啊 这个如果啊 不刻意的对他们这个加强 这个这种这种教育训练 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去干什么啊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要去忠于这个国家忠于这个主义啊 这些人实际上只知道小忠啊 也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忠于他们的父老乡亲啊 他们的妻子儿女啊之外 他们顶多这个知道啊 忠于他们的长官啊 因为这些长官给他们发军饷啊 或者说忠于他们的同乡和同族的领袖 对吧 就像李鸿章这个中国藩的军队 是吧 这个因为是李鸿章中国藩啊 给他们发军饷啊 这个蒋先生还讲 这个野心家知道中国人民 这个相逐观念很深啊 所以呢经常利用这种相逐观念 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啊 我想这个乡军和怀军之所以能够成功 也是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这种相逐观念啊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想这个我们就不多多解释了啊 大家这个可以去看蒋先生的著作啊 另外这个蒋前面还讲啊 如果根据民意啊 洋务运动这个无需变法 都是万万搞不得的啊 因为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无需变法啊 应该说他们的这些举动啊 都违反了当时的民意 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不仅当时的这种满朝文物啊 啊 这个绝大多数反对啊 其实这个当时的老北心啊 也持反对态度啊 所以这个蒋先生讲啊 如果你要真正的顺从民意 那么你的这种现代化的举措 原来所谓的这些洋务运动无需变法 就根本不可能有啊 根本不可能有啊 所以这个我这么说话也不一定对啊 我们经常所讲的啊 这个顺应民心啊 他只是当政者啊 这个无所作为 或者说当政者啊 这个这个无能的啊 一种非常突出的表现 另外我们还讲这个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啊 这句话在咱们这个这个教科书上经常讲啊 可是这句话在历史上其实是很难验证的啊 能够验证的其实大多都是一些相反的一些结论啊 也就是说这个历史啊都是由少数人主导啊和创造的啊 这方面的历史很多是吧 我想我也不能这个这个一一的举例 那一一的举例 因为这些历史事实和我们教科书上所讲的这个一般的理念啊 和历史事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啊 因为这些历史事实让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尴尬 那所以我们也经常不讲啊 经常不讲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三点啊 那么最后呢 我认为这不是给我们最重要一个启示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揭示啊历史真相 教科书啊 教科书的编写啊 它因为有特殊的需要啊 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要求啊 所以呢这个它往往会导致啊 我们教科书的编写会出现 怎么说呢 这个应该有的一些内容 真实的一些内容可能不能编进去啊 不能编进去 而一些这个不太重要的啊 在我们今天看来啊 在我们历史学家看来啊 可能甚至是一些错误的一些内容编进去 为什么要编进去呢 因为这些内容可能符合历史形态的导向 也就是说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不能对教科书这种做法啊 这个随意的支出画脚啊 但是呢 呃 我们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啊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探究历史的真相 应该把探究历史的真相 作为我们的第一责任啊 最重要的责任 那么蒋先生在这个 他的历史作章当中啊 无论是点评这个历史人物 还是叙述历史世界 他都努力啊 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啊 我想这是最让我敬佩的一点 当然他的一些评论也可能和我们今天接受的知识不大一样啊 也可能他的这些评论会颠覆我们的三观啊 那么这里面 就有一些有一些例子啊 有一些例子啊 当然我这个 讲讲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那么这是这个 呃 蒋先生的啊 在书里所反映的啊 呃 他认为这个林哲徐实际上就给我们 两个啊 两个面相啊 呃 蒋先生说实际上林哲徐有两个啊 他说一个是斯大夫心目中的林哲徐 呃 一个是真正的林哲徐 那么前一个林哲徐是主角的 也就是主战的啊 他是北战北胜的啊 那么他用的方法都是中国中国的古法啊 那么后来这个林哲徐 为什么这个被朝廷这个气儿不用了呢 那么他是就是因为朝廷这个 这个说了欺骗啊 呃 可能某些人受到了的外国人的贿赂啊 所以把这个林哲徐给干走啊 这个这个这个林哲徐后来没有机会啊 没有机会啊 呃 那么这个 其实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开始通过历史试试来看啊 呃 那么这个林哲徐在广州 这个采取了一些做法啊 采取了一些做法 这些做法他当时认为是是对的 可是后来啊 林哲徐在离开广州以后 尤其是他遭到了这个贬赂啊 在这个呃 到了新疆之后啊 他对自己的一些做法到了反省啊 进行了反省啊 呃 这个你比如他后来认识到啊 这个当时的一些做法啊 这个是非常无知的啊 非常无知的 其中我们对对于外国人的认识啊 呃 这个不够啊 对于外国人的这种相关的啊 制度文明的理解不够 那么是我们这个做事 判断失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 但是非常奇怪啊 那林哲徐尽管在那个时期有了清闲的认识 但是呢 他并没有把这些意见表达出来 他只是在偶然偶尔一些场合啊 你比如他在和他最好的朋友写信的时候 透露过这个想法啊 你比如在一封信当中 呃 他说我们还没有见到英国人的军舰 只听到过响声 结果炮弹就打过来了啊 这个人家的炮是劈啦啪啦 可以接连的放啊 我们的炮是放了一炮之后 等半天啊 才能装上火药才放另一炮 而且咱们的炮根本就没办法移动 咱们的炮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这个仗没啪啪啊 他把这个情况这个原原本本的啊 告诉他朋友 可能最后他在信当中 这个林哲徐是怎么讲的 他说我这个话只是跟你老朋友讲啊 那这个话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讲 那么通过这些事情 这个蒋先生 这个就对林哲徐提出一些批评啊 他说真的林哲徐 也就是说他后来一些真实的想法 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所以难怪他后来这个 虽然又做了散感总督和云贵总督 但是呢 他一般不在公开的提倡改革 他这个让主持轻易的staff睡在梦 他让国家日期衰落 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 去和那些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那些荒谬的言论去做斗争 所以他讲林哲徐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他上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家还重要 他说别人更必说了 林哲徐他当时已经了不起 他说别人更没有办法说 那么这是这个蒋先生举的一个例子 另外呢 蒋先生对一些人物也做了重新的评价 因为他这个在他的书当中对其善 对这个基因 对这个疑心 对文祥 做了非常工整的评价 可是大家如果这个 这个这个 凡是读过近代史的 咱们的近代史的著作 往往是把其行 把其善 那把疑心这些人 都作为这个反面人物 是吧 作为我们批评的对象 你像这个林哲徐他就讲 他说这个疑心和文祥 他们这两个人非常了不得 他说这两个人 他说这个已经对当时的形式 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他说他们绝不回头看 他们也不留恋过去的 那种逼关自首的时代 他说他们大胆地向前进 愿意到国际生活当中 去找新出路 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 所通心棘手的 就是这种新精神 不能出现于 鸦片战争以后 而是出现于 二十年以后的 这个咸末同初 就是咸丰末年 同志初年 现在就是维新初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所以我们这个 对教科书的一些描述 我们应该有一个 清醒的认知 有些历史事实的 有些历史的描述 一般的教科书 是有些问题的 另外他还对曾国藩 非常的赞扬 赞扬这个 曾国藩的为人处事 我想这一点 我就不举例子了 大家可以去看书 当然我们现在 很多的著作 现在对曾国藩 也有了一些正面的评价 也有了一些正面的评价 这个认为当时在 曾国藩在当时 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呢 这个蒋先生对这个洪秀全 还提出了这个严厉的批评 说这个洪秀全 无论是从他的认知 还是从他后来的一些所作所为 其实都是非常糟糕的 非常糟糕的 所以他对洪秀全 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另外呢 这个在有些地方 他尽管也对李鸿章 提出了一些批评 可是他认为李鸿章 在所处的那个时代 是非常了不起的 李鸿章是一位时代的伟人 是一位时代的伟人 应该说这个在 中国近代史这本著作当中 这个蒋先生对李鸿章 琢磨很多 这个对李鸿章是又爱又恨 但是呢 总的来讲 对李鸿章正面的评价 这个更多 当然这个我看到 有些朋友这个留言 不建议学习这个人 当然我尊重你的意见 尊重你的意见 可是在那个时代 我仍然认为李鸿章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 了不起的一位政治家 另外这个这本书当中 关于这个甲午战争 这个背景深刻的冲突 这个冲突背景 进行着深刻的解释 这个我认为也是蒋先生 在这个历史方面的 这个非常高明的地方 我认为就从他的这些论述 那我认为有这个这个 蒋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深刻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这个 我也不仔细讲了 就是蒋先生认为 中日之所以能够发生 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冲突 实际上就是因为 中国当时的认知 尤其是对当时 这个中日关系的认知 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认知 存在极大的这个局限 那么这些局限导致了 我们在一些重大的 国际国内问题上 产生了一些误判 其中就包括我们 中国对朝鲜的策略 对朝鲜的策略 那么对朝鲜策略的 这种误判 那么是导致中日冲突的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当然这一点我们 还可以进行讨论 另外关于洋务背景 新奇真相的这个解释 这个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我想我就不多讲 那么最后呢 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 上面我就结合 蒋先生的这本小册 讲了这个蒋先生 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 尤其是蒋先生 和我们普通教科书 和我们普通著作 一些不同的理解 一些不同的技术 它为什么要这么起 以及这本书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 我想如果有可能 我还是推荐大家 认认真真的读读这本书 因为这本小册子 给了我们至少从历史事实到历史 到历史观 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 值得我们读一遍 两遍甚至多读几遍 好 徐老师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讲得不对的地方 请徐老师 以及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提出批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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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